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发现他们和什么都能融合 他们有着迥然的精神力量 和带给你幡然醒悟的知见 朋友介绍给我说有这么一个人 独自住在山村里的一所破房子里 他是陶艺艺术家 平时做陶艺为生 后来不喜欢商业氛围浓厚的艺术园区 自己便在山村里租了一所民房住下来 做工作室 没想到一住就是七八年 那些喜欢他作品的人都是亲自过去找他 所以他也从来不出席什么聚会啊 推介啊 展览啊 就是一心坐在家里做陶艺 生活也很富足了 他一个人住在那里 也不喜欢别人打扰 一般要去见他也要左约右约 我听朋友一说这个情况 就有点生气 我说他算老几呢 我才不去看他呢 朋友说 你别这么偏见 他只是性格如此 并非无理 于是 约好了一个时间 朋友开着车 带着我去了 那个村子里人很少 路都是石板路 车开到外面就进不去了 只能走路进去 一路上倒也桃花杏花不断 倒有点室外桃源的意思 到了他的工作室 门是开的 门口有只大黄猫懒洋洋的晒太阳 我们去了他也不躲开 一点不怕人 那个工作室没有任何艺术化的装饰 还是老民房原来的样子 一般的艺术家工作室都弄得很艺术化 搞一些迎联啊挂画呀 最起码自己的作品啊 结果我们看不到 只看到普普通通的感觉 一进去也没有摆放作品的地方 这位艺术家姓葛 葛老师满脸胡子拉叉 不怎么修蝙蝠 穿了一件破洞的烂背心 正一个人坐在陶土那古道呢 我们站在他身后看了一分钟 他也没有发现 朋友喊 葛老师 歇会歇会 别一天到晚就是玩泥巴 葛老师这才发现我们来了 转过身抬起头对着我们咧着嘴憨笑 那一双眼睛 发出一种纯真的光 满脸的开心 连牙床子都开心 朋友介绍我认识 葛老师很热情 我感觉可能他一个人也无聊 有人去看他 他就开心吧 他洗洗手 招呼我们坐下 拿出茶叶家货室来 给我们泡茶 那个茶盘很有特色 是他自己做的陶逸 我们喝起来 先聊了一会 朋友问问他最近生意如何 他说 好多外贸企业都要他定制艺术品 做礼品送外国客户 生意还行 我问 葛老师 你这怎么连一个作品都不摆放呢 他说 有啊 有几个堆在后院了 没有弄什么灯光打着给人看 真正的艺术品 丢在墙角蒙一层灰 也很好看 你看见了也会去拿出来 不需要打上摄灯给他显摆出来 以前我们搞陶逸 作品出来喜欢拿去摄灯下摆放 是对自己作品没有信心 古代人没有摄灯 一样在那欣赏艺术品 艺术品的生命力不靠摄灯 靠的是本身的品质和艺术张力 这和人一样 不要企图靠衣装外表 名头名弦这些去给自己加分 要靠真正的实力和气息 你往那一坐 不需要穿一件名牌 哪怕你穿一件破烂背心 你也有气场 你看功夫里的火云鞋神 穿件破烂背心一条短裤 一双拖鞋头发地中海 但是他的气场 盖过了所有的斧头帮 这是内在的张力 一个人有没有张力 有没有感染周围环境的磁场 这是看人的内在修养 你有没有真正的内涵 坐在那不需要说话 也不需要做什么 懂得人一看一感受就明白了 我说这一点我太赞同了 格老师你就有这样的气场 他笑着说 那是因为我穿了一件烂背心吗 我问格老师 我听说你自称是庄子的传人 这个是咋回事呢 你真的是庄子的传人吗 他笑着说 我和人聊天的时候瞎扯 说了一句就被人传开了 所以说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啊 什么是庄子的传人 就是像庄子那样学习的人 精神世界都向他去学习 去探索他说的那个境界 这就是庄子的传人 我说 原来如此 那么 庄子的精神境界 是怎么样的呢 他说 庄子的精神境界 可以叫做没有境界 我说 这就奇怪了 大家都对庄子 有很多的定义啊 有的说 他是逍遥先人 有的说 他是虚无真人 有的说 他是道家误道者 为什么你说他没有境界呢 他说 你别听人家瞎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有什么境界 你要是在那问问他 他保准告诉你 没有什么境界 能有什么境界呢 是放光有神通能飞天 还是可以千里眼顺风耳 还是可以长生不老呢 庄子不是神仙 虽然写了神仙的事情 也并非要大家去做神仙 庄子一样吃喝拉撒过日子混日子 最后死掉了 他还能有什么境界 认为有个境界 肯定是误解他 他听了也不会认同的 庄子说了很多 人怎么才能天真 才能虚无 才能尽道的文字 但不代表他认可有境界可得 庄子像后世的禅宗 禅宗祖师们也这样 绝对不承认禅有什么境界可得 无境界 是禅宗和庄子老子 释迦牟尼等等 这一类大宗师们的共同告诫 他们都告诫我们 尤其是修行人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搞这么多 很虔诚 很专注 很坚持 很努力 就会有个什么境界得到 你看《金刚经》里面佛陀考试弟子须菩提 问他 须菩提 余意云合 斯陀汗能坐视念 我得斯陀汗果不 须菩提言 不也 世尊 何以故 斯陀汗明亦往来 而时无往来 是明斯陀汗 无国可得 无境界可得 这便是大宗师们的高明之处 我们一般人 有点成就就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不得了 告别人一劫 坐视念 就完了 庄子说 你看他这段话 是不是无境界 若有境界 便离道远也 正因为无境界 才可勉强说得到 正所谓无私无虑 这就是很经典的道家言语 佛家也是如此 大宗师们告诉我们 思维念头 思索思辨凡是大脑功能的操作 和情绪滤结这些东西 会影响我们认知真正的本体 通过这些手段 绝对无法认知真正的道 顾佛家说言语道断也是如此 外国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必须要放下思虑 尤其是放下对道对境界的思虑 才可以 倒不可以思索分析和学习而能习得 非要感悟不可 无处无福 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为 无处无福并非不处不服 而是无所处无所福 是不被处所环境和牵绊束缚所束缚 所以说不可闻 不可见 不可言 不可明 这才行啊 庄子是写皇帝答问的时候说的这段话 但是其实也是庄子的意思 按照他的意思 其实就是要自然无为 清静放松 才能自在逍遥 这种论调 很多人不认同 尤其是喜欢努力获得成就 觉得付出就要拿回报的人 对这种东西非常厌恶 他们认定这个世界就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 怎么可能耕耘了没有收获可言 又怎么可能做事做人没有目的性呢 或者说 世界上哪有一样东西 是不可言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明状的呢 故许多的东西 不可与外人道啊 上世闻道秦而行之 下世闻道大孝之 不孝不足以为道 所以庄子后半辈子基本躲起来 不怎么抛头露面 楚威王穆明找到他 让使者带着礼物去拜访 希望他出任相国一职 庄子直到来以后 说 你赶快给我走开 不要侮辱我 我宁愿像乌龟一样在泥塘里自寻快乐 也不受一国君的约束 这便是逍遥之乐 不足与外人道啊 别人不懂他这样的精神世界 以为名利权贵可以吸引他 可他宁愿做缩头乌龟 缩头乌龟有什么不好 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蒂欧根尼 和庄子一个鼻孔出气 他住在一个木桶里 亚历山大大帝文明来拜访他 问他有什么需求 就是说可以满足他任何要求 他只是说了一句 你挡着我的太阳了 意思是唯一的需求 是你一开一下我要晒太阳 世上人用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看待人家 认为这样便是好那样便是不好 定义好坏高低雅俗 其实在高人眼里不过梦一笑谈 他们有自己的标准 自非于安之鱼之乐 人与人 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钱多钱少 有没有成就 长得漂亮丑陋 这都不算什么 过眼云烟一般 大家听懂了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